即將舉行演唱會的黎明召開記者會 被問到是否會在演唱會上跳舞 他便說 說了會就沒辦法 是不是很厲害?會不會? 跳多棒 勁歌耳舞 有些人跳一個小時都不斷氣 有些人幾分鐘會斷氣 但我相信我應該在五分之一小時的時間 不會少於五分就好 不會斷氣 那Leon要在演唱會上跳舞 又會不會覺得很大壓力呢? 我反而沒有 我反而沒有 因為我最近不停會去練氣 最重要是你的氣可以順暢 包括接下來要拍戲和打 很多時候我自己都要用很多長的不學時間 令到戲可以維持下去 不是短 黎明將會在七月舉行一連四場的演唱會 而今次的主題就是Dream Wedding 咦?難道真是如傳聞地說 Leon將會在這次的演唱會宣布迎娶女友樂機? 我覺得Dream Wedding這個字 在普通的不是做聯絡機 這行業的朋友裡的看法 是有很多種不同的看法 其他人有寫法 但是我們在做創作裡面 我們希望當然在整個演唱會 樂機裡面 希望可以給予多些感覺 宣布人有感覺 才可以有自己的夢和想做的事 而且這次的部分 當然有拜託也有拜託 所以今年因為雙春經驗 很多人結婚 所以我們會看一波 這個主題想出來 相信很多人 即使你拍拖也好 還沒拍拖也好 你單身也好 生活也好 你都會有這個夢 希望這個主題可以和大家更加近距離 有這種感覺 希望導致演唱會 我們可以補充多些想像空間 只知道他們會開心 但不是說你想有自己的 沒有 其實根本 會不會在新春經驗這些 今年舉行嗎 為什麼要這麼說 因為我作為一個 黎明日報公場之間 相信大家一向都不會 跟我說的話 我一個很專業 開個演唱會 就是百分之百 購買給入場的觀眾 我做過每一樣的 都是給觀眾 不會有任何私心的意見 沒有在這個演唱會 尤其是包括宣傳 所以 希望大家會明白 現在很多人都會在演唱會宣布 像Terry那樣 我記得 不是說你是主題 你可不可以找一個男子來做比招 男子 男子 我心裡的心是不同的 好 好 你第一個 對 我想真的一個演唱會 這個演唱會 會有百分之百 為所有觀眾 為所有這麼久以來之前的歌迷 那不是會跳舞嗎 不跳舞嗎 講了會就沒辦法 有些人跳一個鐘都不斷氣 有些人一分鐘會斷氣 但我相信我應該在五分鐘至一個鐘 來見到一些人物 也不會少於五分鐘 不要斷氣 會不會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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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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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到報紙 我們都看到Marike Carey 最近她的低空衣 有些醬 其實都知道藝人這樣變不順 你做完事 很辛苦 你又想吃點東西 但你吃血 很多時候就這麼奇怪 你做些行 就是會容易 你不做過後的人 就永遠都吃血都不吃 因為沒有辦法 這是偏義 所以有些食肆的原因 需要吃 就減就不會粗 會收到很多房 不是收到很多房 是健康 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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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 李明近日為自己的歌唱舉行了記者會 由於最近有媒體報導 李明和勒基爾感情破裂 所以在場呢 就有媒體試探性的問道 有關分手的問題 但是李明呢完全的回避 對於是否取消結婚的打算 她還是沒有給出明確的回答 之前李明在香港為自己的演唱會 夢幻婚禮舉行了新聞發布會 之前有報導稱 演唱會之所以用夢幻婚禮來命名 是因為李明本打算在演唱會上 向勒基而求婚 可李明現在卻面臨推遲 甚至取消結婚計劃的現狀 這次李明選擇了回避的態度 工作上我一直很專業 在舞台上包括我們起的名字 跟本人 私人完全沒有關係 李明穿著棺仔骨骨 整個白馬黃之感 為大家舉杯捉酒 莫非他真的有起事公佈 對就是起事 但卻就不是大家所想的 他要結婚了 李明這日之所以 穿著整個新郎歌 都是為了配合 他7月紅館演唱會的記者會 由於這次的唱片 是以結婚為主題 所以外界一直盛傳 李明會藉此 跟拍拖三年的女友基里求婚 但是李明這日就再三強調 他絕對沒有這個想法 我相信黎明真的 我想的是很單純的 你一定要相信我這方面的單純 就是演唱會我一定百分之八全部給觀眾 沒有任何個人的東西在裡面 就是個人的東西黎明 都不是想收藏是我自己的過程 我也都不會說 變成了這個演唱會百分之八 沒有其他複雜元素 就是希望百分之八有一個好的演唱會 浪漫 愛情 結婚的人 開心 未結婚的人可以更多幻想 去愛對方 在拍拖的人可以更加開心 未拍拖的人可以期望 拍拖什麼時候有他們自己的dream wedding 其實這個演唱會就是這樣的概念 如果Leon 求婚會很浪漫 像Kelly那樣 Kelly是女生 我是男生 我相信男生很多東西會合作一些 所以男同女有時雖然平等 但是大家各自的取向方法不同 其實不止Leon的粉絲 很期待分享偶像結婚的喜悅 就連贊助商都不例外 送上一對月以永恆承諾的白金分界的Leon 但是對Leon來說 好像暫時都用不著 雖然Leon多番表示 他沒有成家的打算 不過又有報道指 他之所以打消結婚的念頭 是因為他對女友Galey 早前和胡松南的一張嘴嘴合照 還未平息露火 對於這件事 Galey就已經回應過 表示他們感情沒有變 但是問到Leon 他就似乎不想回應了 今天我們不要問無謂的問題 我想說女觀眾對大家我們乾淨一次 我想和你們的總編輯都會討論 不公開談論自己的感情事 一向都是Leon的作風 事關他只希望大家把焦點 擺在他的工作上 好像他為了這次的演唱會 除了要努力保持肥減榜之外 還要告別他心愛的咖哩雞飯 我喜歡吃雞飯 我很喜歡吃飯 你看到昨天的菜骨蛋不能送飯 對 你吃斑腩麵 煎兩麵糊的 很痛苦 加上去吃 喝茶吃吃錦露雲丹 你不可以 你喜歡煎大東西嗎 我喜歡吃菜 我喜歡吃菜和一個 山蔥樂園 吃東西想不可以戒口很辛苦 要清一點的菜 清一點 不要吃那麼多澱粉質 但剛才聽你說 有一件事要戒不吃 很慘 通常每個歌手演員 我相信大家都會在二月份 到三、四月份 電影還沒開 在生日場面 或者錄音過程都會吃肥一點 因為 我想人都喜歡吃東西 沒有人不喜歡吃東西 尤其是我們不知道 為什麼基因特別容易肥一點 所以變成 你說有時候要戒口 不要吃那麼多肥的東西 吃飯 就要少一點 但不可以沒有健康 不健康 就要均衡營養 日前 黎明在香港參加了自己名為 夢幻婚禮演唱會的發布會 黎明自爆 之所以會給演唱會 取個如此浪漫的名字 是有感於今年圈中好友 紛紛娶妻生子 現在特別多人結婚 包括想結婚人 或者沒有結婚的人 他們都有對愛情的一些 自己想去有開花結果的一天 所以我覺得這次我們希望 在整個演唱會裡面 可以累積多一點浪漫和情感 就是這麼簡單的意思 跟我本人完全沒有關聯 不久前曾有媒體報道 黎明為了十月圍城中的乞丐角色 要完成十四斤的減肥計劃 一直在瘦身 而為了準備即將舉行了演唱會 黎明肯定要苦練舞蹈 這樣的超複合運動 讓人不禁為年過四十的黎明 擔心起來 不過黎明自己倒是信心滿滿 在舞台上可以跳 我相信我可以做到 因為我們這段時間 包括電影《失業圍城》 也要連續去把自己的體能給提高 因為有很多拍戲裡面 一些動作的東西 我們需要去配合 包括演唱會也是需要 而且下一部電影也是需要有動作 所以我基本上整個體格想 一定要不斷不斷提升 這次演唱會都是想一些 新的東西出來肯定的 跳舞就是我會跳的 看來黎明對自己是頗為自信 連自己並不擅長的舞蹈 都敢於挑戰一番 不僅如此 在對表演嘉賓的選擇上 他也來了個不走尋常路 演唱會基本上我沒什麼嘉賓 從來歷史以內都沒什麼嘉賓 這次也是一樣 因為我相信在我演唱會裡面 除非真的有些特別情況下 我覺得那個是有新鮮感帶來的觀眾的 那我就會去做 要不是基本上 演唱會還是我一根 一根在加油一根表演給各位觀眾 為了宣傳自己的演唱會 你們挑戰舞蹈吸引觀眾眼球 有請今次Dream Reading的主角 Leo出場 跟大家說一下究竟什麼是Dream Reading 有請Leo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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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想知道究竟為什麼是Dream Reading 其實今年的雙春兼順 很多人結婚 還有我的歌曲裡面很多情歌 其實我相信愛情也好 夢也好 一個最甜的夢 一個Dream Reading 每個人都會有這個夢想 還有這個想像 真的會是誰 我相信一直支持我的歌 也慢慢長大 也需要多些愛 在愛的世界裡 希望這個演唱會裡面 可以給予多些浪漫 明白的 除了一個演唱會 已經叫Dream Reading之外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想問 就是這次演唱會 黎先生會不會跳舞 會 只有你這麼說 大家就安心了 我想黎先生的粉絲 聽到這個承諾 都會很滿意 其實為了表達承諾 對於Dream Reading 有多麼重要 我們特別安排了這個厲害 就是我們今次演唱會 的官名贊助商 周大福的董事 陳世昌先生 有請陳先生 一會兒陳先生 將會送一對 代表著永恆承諾的 PT950白金完美對裝戒指 給Dream用的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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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劍中眼圈 還有一些白光 是啊 我們問問陳先生 怎麼用枕頭的 其實這個不是枕頭 這個是一個很漂亮的 差不多的設計 但你可以多聯想 如果是枕頭的話 結婚 結婚 有什麼需要 同屏同枕 美夢連連 是不是好 順便和愛情 上床睡覺的時候 都不要隨著戒指 帶著周大福 好 多謝 多謝 多謝這個奉保衛的承諾 好 今次下來 很開心 有這個枕頭 有Leon 大家見證著 今次這個Dream Reading 演唱會 的記者招待會 記者招待會 接下來 七月十六號 十七號 十八號 十九號 記住來捧場 相信大家都應該會坐得很前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捉酒儀式 而這個捉酒儀式 今天就要請了今次Dream Reading裡面 很幫到手的一眾兄弟和姊妹上來的 有請今次Dream Reading演唱會的優先訂票 指定信用卡 中銀的代表 Mangie Love 和Win It Love 有請 AEG Promotion的代表 Peter Chill先生 有請Peter 全靠他們 今次演唱會的首輪換票 火速受器 真的要多謝 很幫到手 我們是兄弟姊妹來的 全靠你們幫忙 我們也要多謝New Way Color OK 有請New Way Color OK的Marketing Manager Eric Chiu 和詩珊 有請 多謝詩珊 多謝Eric 那當然也要多謝今次演唱會 的Official Website 新浪網 有請SINA的Senior Marketing Manager 陳敏欣小姐 有請 還有 最後要多謝我們 幫忙 樂力宣傳的Smart Home Buildable 有請Smart Home Buildable 有請Smart Home Buildable 的代表 陳碧霞小姐 多謝你 碧霞 多謝完Smart Home Buildable 之外 今天場地這麼漂亮 我們也要多謝W Hotel 有請W Hotel的代表 Crystal Spencer Hello Crystal 最後要多謝Leon的經理人 陳前 只不過今晚有公佈在新 他就不在香港 還有要多謝今次演唱會的出品人 王凱文 和廖毅榮先生 有請 當然不少得的 就是 功德禮控股有限公司的執行董事局 行政筑財 Gina 小姐 好 接著呢 我們的捉酒儀式呢 就要準備開始了 OK 捉完今次演唱會呢 順利舉行 拿到大成功 我已經1 2 3 Cheers 謝謝 Cheers 如果想知道Leon 怎樣去準備演唱會 大家就要密切留意 Smart Home Buildable 動員的MusicNow 和C-Leader.com.hk 看看Leon的彩排片段 和參加有關Tream Reading的遊戲 是的 這個時候呢 讓他們一會兒走 Cheers一會兒 一會兒就會是 記者最期待的訪問時間 謝謝各位 這個Dream Reading是我演唱會的主題 所有朋友可以寫一些 關於你自己對Dream Reading 如何去 有什麼概念都好 到時你可以寫出來 賣CINA的Blog 到時又會有一份禮物送給大家 神秘禮物來的 神秘禮物來的 雙春兼仁月 很多人將會結婚 還有我的歌 一向是情歌多 我相信拍拖的人適合看 未拍拖的人 可以對愛情有夢境 都可以來參與這個浪漫的演唱會 你會不會有興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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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向來的演唱會 每次私以都不問我 我就是主持人 其實我演唱會 一向都沒有嘉賓 那 因為 除非想到一些特別的 可以跟嘉賓做 如果不是就很少會有嘉賓 通常 我想都是我自己的表演多 你會不會有興趣的 你會不會有興趣的 我多謝他送這雙戒指給我 留了幾年 因為這次主題是由這位贊助商 在我自己來說 我相信贊助商送一個 這麼有意義的禮物給我 我會好好保存它